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必须考虑到节奏 旋律 和声 好比这次挑战山海 远许在第二段主歌后直接进第八度 但这在舞台上层次感可能不足 所以在他的改编版本里 他把主歌最后一句却没能成为自己重复两次 衔接副歌高八度的唱法 但由于华晨宇又不想是去草东 远取低南的旷位 于是又写了一段仰蛇 将层次不断往上打 堆到刚长爆发后再转折进入第八度 华晨宇提及赢到这个起伏 是想让听众自己去体会 感觉任何一种画面都可以 贝拉及这颗做法 可能面临不被理解的风险 他说这是一定要去做的 只有这样的音乐越来越多的时候 观众才会知道区别其中的变化 并俏皮表示 我的风格已经太多了 多到我自己都觉得已经很满意了 华晨宇改编台 欢乐团草动没有太对 山海翻设自微博 华晨宇改编台 欢乐团草动没有太对 山海翻设自微博